王蒙老师 王蒙也是咱们的老嘉宾 我就发现他会在他的自传里就写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就是说我们如何对我们的生活 你就知足吧 他就是说 哎呀有时候能够 怎么说呢成功的顺利的 解一个大便 王蒙老师不是有毛病 一个没有毛病的人 他都能够认知到 每天大小便正常 就值得庆祝 是一种幸福啊 你告诉你我要立个flag在这 因为以我现在认知我明白 当此刻你无法共情的事情 你先不要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要着急耐心等待 若干年之后 假以时日 五年十年二十年 回头去看 当年那天我们下午在聊那个话题 当时我很觉得跟我无关 如今果然 我发现人生概莫如此 我跟你还能接得上一个 就是说啊 不要论断人 你知道前两天 一个英国的一个小朋友啊 给我发一个 他说你觉得我是一个喜欢 叫judgment的人 judgment judgment 他说你觉得我是一个喜欢 judgment的人吗 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 他说我周围的 他说你知道现在就在英国 就他们这个圈子里 好像很 他们很敏感这个 比如说说哎呀 你总是迟到 他就哎呦就受伤了 就你judgment我啊 你那意思是你给我贴标签 你定型画我 他说我有的朋友 我就说啊 我说你爱迟到 所以我就早通知你半小时 他说我朋友当时就给我翻脸了 就说他就说这个伦敦的这个人 对这个很敏感 他说我是一个喜欢judgment的人吗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觉得你还不算 我说但是呢 确实是这个有人说啊 你不要论断人 而且有一位 我就以前也说过这个 有一个诺贝尔获奖者的女作家 她曾经发现过一个神奇的现象 这个在我身上也出现过 就是啊 你还真不要轻易评论人的某一个缺点 我说了这个人的缺点之后 三个月 大概不出三个月 这个缺点就出现在了我的身上 就是 你说吧 就有时候这挺玄的 你莫要论断人 你论断人 就招在你自己 你论断的也许是你自己 这不是招 这就是说你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对你为什么注意到这样 其实你身上也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 不过他刚才讲的这个话 我真想问问你们俩 他刚才又说长进的问题 那就是说20岁到50岁 想法有改变 又说赞成不改变 就是你保持年轻的心态 你们你自己回想一下 你们20多岁的想法到现在 有根本性的变化吗 我还是有的 根本性的变化没有 但是有很多很明显的变化 就是人真的你年纪变大之后 你会变得谦卑 小的时候你还是会 就是意气风发的不懂事嘛 很多时候你不是趾高气扬 但是你真的不会 你不会认为 你会认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应当 但你真的大了以后 比如说您刚才讲说 以前你找嘉宾 会不会很方便 现在会不会难 唯一的改变 就是现在当有一个人说 我愿意上你的节目 你发自内心的 会无比的喜悦跟感激 以前你不会 你会觉得就是工作 你答应也是应该 你不答应也是应该 但如今你会有 这样一份感激之情 我觉得这个就跟以前 有巨大的不同 就好像变得懂事了 变得懂事了 是不是通达 小时候多少时候 有点浑的 对 所以父母爱讲孩子 说不知道感恩 其实人确实是成熟了之后 就越来越知道 机会的不容易 别人的难处 你知道就是 好比说有些中年人跟我讲 就对年轻人失了忘了 就是不再帮助年轻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给了他机会 对吧 或者说你手把手教他 但是呢 他会认为 这是我自己的本事 这是我自己的能力 对吧 不但说 那天一个大叔哥哥还讲了 说现在 不要说这个什么知恩图报了 不敢想知恩图报啊 他不忘恩负义 就算善良了 就觉得好像寒了心 但是我听他这么讲啊 我就一下想到我自己了 年龄有变化 比如说 在咱们 咱们仨一块玩的时候 就是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总是会觉得 这个电视台 那是我有本事 他又不是慈善机构 对吧 那肯定是我有本事 他才用我呀 这是我三十多岁的想法 那你的确是有本事呀 不 但是呢 我今天 我就觉得 我没什么本事 很普通 很多人都可以有这个机会 也许是缘分 也许我就感谢老板 我就觉得是有缘的人 就是说 哎呀 真的是 就是很感恩呢 就是说 哎呦 他当年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要没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是 好像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会慢慢的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反而觉得 觉得别人给我的那个特别不容易 嗯 你这么说我就崩溃了 你是我偶像 你现在说我没有本事 现在要进入什么模式吗 哎 真的 哎 他是我偶像的其中一点很重要 哎 谢谢 你看 给我倒茶 因为你说我好话 努力啊 认真啊 简单来说 professional 专业 像我们有时候 曾经在网上一些活动的 绝大多数人包括我 哎 做完就算 他前前后后 连每一句话 甚至事后的 要哪一秒钟要剪不要剪 都真的认真去看着 所以简单来说 你就不能说你本领不大 感恩是要的了 你这句话反而让我想起 那个 这个 我听过前一阵子 听过两句话 我感觉蛮 蛮 蛮哀伤的 是说 全中国的父母 不在等待小孩 跟他说一句 感谢 感恩 那全中国的小孩 都在等父母 跟他们说一句 对不起 小孩嘛 年轻人嘛 总是觉得自己 有点不顺利的 觉得啊 因为我原生家庭的 童年畅生 阴影 我用余生来治疗 我的童年 诸如此类的 那直到小孩 也变成父母了 有自己的小孩 不一定需要有 那有些有的话 可能他的想法 就不一样了 对于谁 对谁 应该感恩 谁 对谁 应该说 对不起了 难说了 纠缠在 在一起 你觉得的话 前半段 我会做成 我的个人宣传片 后半段 做成公共宣传片 鲁岳 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 咱们都是做节目的 你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会特别注意 研究年轻人的兴趣吗 满足年轻观众吗 我没有 我就说我个人 我不信 你必须要相信 因为我会觉得 代沟是真实存在的 你认为你了解 但其实 我们了解的 也就是皮毛而已 所以你最终 你只能够做 你能做的 对方能够 接受到多少 能够到什么时候 那就听偏由命 就是我说的 那个列车 什么时候把你扔下 就是听偏由命 所以我从来没有 试图去了解过谁 我可能就是 以我的认知范围之内 我觉得好像我理解了 也仅此而已 但我不会 可以说 此刻我们这个 二十岁 他们喜欢什么 三十岁喜欢什么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觉得青年 最有力的 也不是听那些 对青年人说的话 就是说 你想你年轻时候 你会听 逼你年轻人说 谁特别来说 这个是对青年人说的话 青年很反感 真的 deever一定要谨慎 最近这个 我们组里 一个青年编导 给了我一个刺激 就是因为我一开会 我就说 在谈什么呢 对吧 我说你们去研究 研究年轻人 对吧 我说年轻人 他们喜欢听什么呀 然后这个编导就说 文童老师 你老说 说我们要去 什么服务年轻人 他说 当你们 说年轻人的时候 他说 我总觉得 这跟我 没什么关系 他就说 什么是年轻人呢 说实在 就是这个行业 一个通力 就是说 有意无意的 我相信 所有的这个 做节目的人 甚至是别的 这个行业的人 都好像怕 年轻人不喜欢了 然后 怎么抓住年轻人 电视台也是啊 怎么抓住青年观众 然后呢 他们以为什么 是青年观众呢 就玩点游戏 滑板 涂鸦 加点这个元素 对不对 比如说 甚至是宣传古董的节目 咱们也搞一个 什么一个密室 什么暗叹 他们玩剧本杀 年轻人弄这个 你看 这实际 是一种刻板印象 对吗 而且我更深的心理分析 我就发现 我之所以这么说啊 实际是一种 中年人的厌倦 疲倦 至诚之心 就是 我们做节目出来 本来都是要讲自己 心中化的 但是做的太久了 你知道吗 疲惫了以后 实际产生了一个心态 就是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那么我真的叫为人民服务 可是你这个心态 实际不是真挚的 对吗 就是 我喜欢 你看我现在都说 我喜欢不喜欢 没关系啊 你们喜欢聊什么 我就能聊什么 什么就 你们要去了解他们 但是最后人家观众说 温涛 我们就喜欢听你聊 你爱聊的 就是 我们要见这颗心呢 是吧 这其实是一个 我的改变 我觉得 其实以前我们主持人 你不觉得是没有声音的吗 对 我们每天说话 但其实我们说的都不是自己 对啊 就是你对我很熟悉 但其实你完全不了解我 对 就是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我们 其实你还好 我是从来不表达自己的 你不觉得吗 我不是小心 就是因为你会本能的 你会觉得 你要把对方拖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你要听他讲 我所说的一切 只让你说 我们的声音 其实引在后边的 但是你还好 因为你的那个场地 是你也需要表达 我其实是这几年 才开始有表达的 你看啊 我引用这个 吴宏老师 讲的一段话 就是 当然现在网上这个风气 我就照念比较好 就是我觉得 他提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就是 我们老在说这个年轻人 这个概念啊 可能是有毒的 年轻人是谁呀 是吧 然后 所以你看 他说 他从美国 现在回国嘛 他说 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词 对我也太广了 我感觉在中国和美国 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 美国不谈年轻 就是年老啊 很难进入每天的话题 比如说 坐在一块 有的可能很年轻 有的可能很老 但这个问题 不太进入整个氛围 不太主宰 大家看问题的方式 回国以后 总能碰到这个问题 好像还没等你坐住 马上就把你放在一个 爷爷辈儿 爸爸辈儿 或者叔叔辈儿 包括这些00后 90后 80后 他说 我自己对这个东西 很不舒服 因为我岁数太大了 所以到哪儿 都感觉像是供起来一样 特别没意思 他说 我到宁愿 我也不叫你年轻人 你也不要叫我老年人 大家就是一块谈谈玩玩 看看展览或者什么 他说 我觉得那样的状态最好 把每个人都放到一个位置 然后去规定你该怎么想 或者不该怎么想 这东西实在是没多大的益处 对 有感触吗 是啊 但这正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精髓 把每个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上 不讲别的经济政治的位置 年龄上在一起聚会 你说话 你要有分寸 你要有礼貌 你要懂得说什么 什么情况 同样一段话 你们小朋友聚会可以说 你现在家里春节 大家的长辈都在 你就不该说 等等 就是位置感 而这种位置感 就是我们 我们称之为文化修养 我觉得 我突然想到年轻人也蛮累的 我要替年轻人说几句话 没有真的 比方说年轻人 一个二十来岁的 对着一个六十多岁的 他讲话没大没小 他就把你看成同龄人 一起玩 一起看个展览 一起看个电影 一起唱个K 很容易在被别人在背后说 没大没小 不懂得尊重前辈等等 对不对 被说 可是我很尊重你 唱K 给你先唱 你明明唱歌 很难听 像文韬 我还要鼓掌 对不对 你又会说我 零零其事 好像不给你压力 像吴宏老师 偶像 可是又说 对啊 我尊重你 可是你又说你不安 觉得你被 到哪里都被攻着 好像爷爷被什么 你的确是爷爷被 照年龄而论 所以重点在于 后面 好吧 我把你攻成爷爷被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之后 我怎么对你 我没有一些活动 不接受你玩 或者说排距离 我觉得后面 那个部分才重要 我们要警觉的 不是说把别人 按照我们的身高 体重 年龄 什么什么 给他一个 大概的认定 你可以说是标签 可以说框框 可是那个 往往是帮助我们 理解一个人的线索 可是那个不表示 我把那个线索 变成一个框框 一个标签 我不会因为这些线索 对你有歧视 比方说女性 之后我就歧视你 可是这一个 的确是生物学上面的女性 可是我不能这样歧视你 看扁你 你跟我一样平等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啊 那我觉得 对 我觉得 这个标签是两面的 我们讲半天 这点我们意识到 当讲老 标签其实青年 也是一个标签 对 其实真的 对青年的标签画 未见的就是好 要说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 不要跟年轻人献媚 或者说 年轻人也应该知道 跟你献媚的那些画 未必是对你有好处的 献什么媚呢 对吧 就是人就是人 要叫我说 男女平等了 老幼也平等 老少也平等 众生平等 都是人嘛 对吗 而且真的有的时候 我觉得叫年轻人 你说太累 为什么大家就乐呢 你知道 我想起来 一个 最近 那个那个 奈飞上有一个片子 拍得特别好 叫摩西 讲那个摩西 就是圣经 领那个 对 看了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 但是其中有句台词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 摩西呢 就是领着他们 就是离开这个埃及法老王嘛 埃及法老王追赶在后 然后红海在前 上帝 哗呀 施展神迹 劈开红海 然后又施展那么多神迹 一路拯救 他的这个犹太人 这个子民啊 就是要回到那个应许之地嘛 但是呢 这犹太人总是这个懒性不改 对吧 一安全点嘛 就想歇着 一安全点就想歇着 摩西就说 你们就要跟着上帝的律令 往前走啊 你们怎么能够在这偷懒呢 然后那个 是摩西他兄弟 还是跟摩西说 说 他们 他们很累了 他们一天被拯救了太多次 他们已经很累了 哈哈 我觉得 有时候 你要我想起 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 是吧 这句话用在时代列车上 就太深刻了 有时候 你们觉得 就老人们觉得 对年轻人怎么 哎 你们要这样 真的 哪怕你特别 对 你特别好 你也得想想年轻人 他一天被你拯救了 太多次了 他已经很累了 多少次灵魂开窍 他需要休息 年轻人很聪明 他会把耳朵闭上 我们小时候不也这样吗 哎 所以实际还是没有 因为都是放下救人之心 每个人我觉得是为自己发声 我觉得比较重要 永远不要试图去为别人 就是你 你无法站在那个人的角度 好像总是会觉得 啊 我很理解你 我感同身受 你无法感同身受 你不是他 哎 真的是 我就说真的 谁都别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 对吧 人家自个家的事 人家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这么 你们刚才讲感恩那一段 我非常同意 就是这个是一个变化 小时候 就是小时候真是 小时候发表一篇论文 觉得自己有才 多少年以后才知道 老师给你推荐的 人家的这个批语 到现在拿出来拍卖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当初的文 我的才是这样被发现的 这个是后来的 但总体来说 我还是觉得我坚持 二十多岁的时候的想法 我到现在 所以可能显得比较幼稚 我觉得我的对世界的看法 对我的人生的看法 对很多东西的看法 就是我二十多岁的看法 而且就是一个青年的看法 就是一个反叛的看法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比我大 比我衰 干嘛挤着我 比我衰 你刚才 刚才引出了这个字 不是因为我有个节目 叫衰仔玉记 广告 马老师一个播客 很受欢迎叫衰仔玉记 我觉得宣传词就要谈你一个随缘 来继续 我讲哪里忘了 老了吧 我跟你说 就是还是坚持吗 说你现在依然坚持 你二十岁时候的想法 就徐老师刚才讲这个进化论 我一方面呢 是有个公共的认知 这个公共的认知是什么呢 就是说 所谓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是的确 过去几千年 尤其在上古 对吧 你看那个 刘邦想要废太子 就是吕后生的孩子 那最后张良给出的主意 就是说 商山四号 从那个秦末汉书 四个特有名望的老人 八十多岁 把他们请来 在太子身后走一走 刘邦看见之后呢 就觉得 哎呦 这个太子不能废了 因为有这个 著名的四老啊 在辅助他 这个故事就说明啊 就是说 在比较古代的时候 生活方式变化不大 然后呢 这个老人的经验 是非常有用处的 越成熟 越老奸巨华吧 至少 要不怎么是叫老子 对吧 那么那个时候 整个社会 几千年的文化 一直都是重养老 认同老 甚至书法 人书俱老 就是老的价值 称赞的词 神在美学上也是 老为高 对吧 你到博物馆 你就知道什么 叫老为高了 对不对 但是呢 的确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就是到今天 这个科技改变生活之后啊 你那个经验 年轻人用的电脑手机 你老人要向年轻人学习了 它的对立词是心 心 心致生产力 对了 它面临的 主要中文这个老 它涵盖的意思太多了 老也是老 老带来的成熟 那个老 它也 就老它涵盖了很多 那英文对老 它其实是不同的解读的 你衰老 它是那个old 你如果说我们那种 说年纪的那种 那种 老它又是senior 它有很多的 好像好几个意思 aging 对它都有 我们中文就用一个老 涵盖了所有 所以中文有时候太过嫌疑 它old的有时候也没贬义 old school 不一定不好 对不对 我发现我老了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对一些朋友啊 就往往聊天 你经常谈 你谈过的事情 对不对 特别有些跟一些年轻学生 年轻朋友就跟他讲 我告诉你啊 我35年前当记者的时候 我在泰国 我在哪里哪里 欧洲去采访谁谁谁 谈了 那里谈了 他们也听得很高兴 对啊 都是好的故事 听 那结果呢 交往了半年内了 我就不断重复这些故事 他们就开始有点不赖烦 看见你的眼神 哎呀 心里就想 又来了 讲了几遍 甚至直接打断你 马老师这个讲过了 讲了五遍了 那你意识到 那你意识到你讲过吗 你意识到这个事你没办法 你不太容易有新的故事 你的朋友能直接打断你 那算不错 我说的强调性年轻朋友 好了 那我要用一个方法来应对 大概每半年换一群朋友 重新再讲 真的我不变的 故事不变 故事不变 就像他们做节目一样 但你知道 我跟我爸爸到什么时候 我爸爸可能到七十多岁开始 我意识到他好像变老了 就是他 他也 他不像您这样 可能不同 他没法把我换了吗 我发现他会把他 他心目当中 可能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比如他在非洲 他去采访 他会跟我讲 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可能他那时候会觉得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我想跟你分享 我第一次第二次听了 我可能会有一些不耐烦 但后来我就会意识到 这是他人生最值得记忆的 那个瞬间 这此刻我需要扮演我的兴趣 我专注 我还要给他配合 那接下来呢 那你去了以后 你碰到什么问题呢 会聊天 以前是一个主持 不是 因为你会突然知道 跟自己的爹也鲁于有约 你会突然意识到 那是他 那是他人生最想跟你分享的那一刻 但你内心又很 又很伤感 你会想有一天 我可能也会这样 我后来回想 就是我爸爸 重复他这个故事 我去打断他 现在想想 真是太惭愧了 不应该打断他 这是我唯一回想 我跟我父亲 我之前我觉得 我这点做得还不错 如果我想其他的话 也都是因为父子 父子父女之言 永远都是遗憾 是主旋律 所以这是我想 我唯一做得还不错 就是我会 这方面我跟你说 女儿永远比儿子强 也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但是要讲个人 那咱们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我觉得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 和比我老的人 有太重要的关系了 就是我从小 几乎很少交往同龄的朋友 就我一直到今天 我私人的朋友圈 我想平均都比我大十岁 你要说他们老了吗 我怎么那么喜欢 跟他们聊天啊 我觉得他们身上 因为你也在老 不是 我觉得他们总能交给我很多 他们没有 他们跟你的岁数差距 永远都是十岁啊 他们老了 你也在成长 所以那个差距 永远没变 永远都是十岁 说得好听吧 他们老了 你也在成长 那你跟张爱玲是一样的 小团圆里面 里面那个 一个后来的男朋友问他 你看来都喜欢 年纪大的男人 他说是啊 因为他们活过 他们真的活过 有生活 有故事 有智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 我也有年轻人的朋友 我跟年轻人的朋友 还真玩得挺好 但我跟他们呢 我就好开心 他们也喜欢我 真的 他真的这样的 他是分得非常清楚 不同的人 那玩什么呢 玩什么呢 什么都玩 就泡巴啊 喝酒啊 这么就 你能确定年轻人 出去旅行啊 喜欢跟你玩吗 哎呦 我跟你说 不是我求他们的问题 你打听打听 因为你付钱 江湖之上 涛哥 真是 涛哥付钱 太看低人家的魅力了 三十岁的人 就是那个 欲望都市里面说的嘛 三十岁二十岁 就要负责晚上去 去嗨去玩 四十岁的人 就要负责 把那个账单拿起来 我呢 同常说实话 我买单也少 一般呢 我都是把我那个 大十岁的朋友 打电话叫我来 他们都比我有钱 所以就是按年纪分工 是对的 大家齐乐容 千言万语 老这是一个东西 老是最好 就是朋友 老朋友总是最好的 伴呢 老伴呢 老伴 没有 老朋友 他就有资格讲老伴了 不是 听先说老朋友 也有好 看你怎么样 个相处法了 像有一些老铁 中学同学 他们几乎每个月 聚餐聚会 马老师用词 都很当下 老铁 也是跟我那一群 新词 年轻朋友学的 我每半年换一批 又学了一堆新词 老东换成老铁 对 年轻朋友就比较喜心厌旧 是吧 没有 我就换掉他们 我重新不换故事 我有一群高中老铁 他们每个月聚餐 我有时候 通常不参与了 那不参与都算了 现在有了社交平台 他们去吃饭就吃饭 约吃饭之后拍照 总在那个平台上面 给我分享 传出来 那我就每次看都很难受 有了一个年龄了 看见大家很青春的时候在一起 现在拍出来 每个人都支泥破碎 身体 残破不齐 残缺不齐 那我就不喜欢看 你刚说老朋友 朋友是老的好 就这一点来说我不觉得 因为看他们的照片 就像你照镜子一样 会想起自己 原来我的同龄人 这么支泥破碎 广东话说 那陪那关了 对不对 残缺不齐 广东话是分动 那陪那关 对 皮跟骨头 皮搭了着骨头 对啊 你一看 哦 这是我的同龄人 这个家伙还比我小一岁 那表示我也是这样的样子 可是也 子东啊 别忘记 有句话说 淋欲恶客 别见故人 我宁可碰到凶的 新的朋友 你凶吗 我也跟你凶 我不怕你 不要碰到旧朋友 因为旧朋友 知根知底啊 叫英雄怕见老街坊 那大概是这样 是吧 一个个都挺有诚的 就知根知底啊 为什么 我碰到你 我就又不懂了 有些人 我不是说你大方 你也没有什么根底 给别人知道 别人看到你 你在我面前 什么教授啊 当时我们一起去 什么喝酒啊 这个那个 你在我面前 你是什么艺术家 这个那个 我看到你 勾鼻孔的时候 看到你被老婆 女朋友打的时候 您碰欲恶客 别见故人 我几年前采访 有一个嘉宾 我认识他 然后他就说 哎呀 我当年挺苦的 我就愣了 我说你当年苦 我记得当年 你是我们第一个买车 还买了一个连牌别墅 他说 我认识你 我忘了 英雄发街 老街 本来还想吹革命 痛说革命加持 突然发现说漏了 我就愣了 我说啊 就是啊 我说我这么好气 怎么会忘了吗 所以说啊 还是我跟你的 就又不同了 我讲究的是 一不如心呢 人不如旧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 咱们四个在这儿的理由了 当然咱们四个今天 主要是咱们俩看着他们 意识到 有人在变老 有人上年轻 咱们俩饵刃 咱们俩背你 咱们俩看着大家 顾